业者注意了 送太贵的东西也不行小心被罚 这台北的101是第一家被拔的百货公司 在去年中年庆的时候 台北101金融大楼呢 送出了这最大奖 价值折合快将近新台币300万 价值是289万元的进口汽车 现在公平交易委员会就认定 101用这样的方式来利诱消费者妨碍公平竞争 所以罚款10万元 因为根据法令呢 赠奖不可以超过每个月基本工资的120倍 如果以去年的基本工资来计算 最大奖呢 是220万3600元 这是奖品的价值不可以超过这个金额 另外